嗨 大家好 我是Kini 今天要帶大家來瞧瞧美式婚禮 Let's go 今天我來到的是北加 這是在一個紅酒的莊園 酒莊舉辦的婚禮 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婚禮的流程是這樣的 它在外面這邊我們看到 它就是會有一個證婚儀式 證婚儀式之後呢 我們會來到它在上面一層 還有一個餐廳 那我們就來到餐廳 然後接下來傍晚就會在這邊 開始有一連串的用餐跟活動 儀式完會有自有活動的時間 大家就可以跟新郎新娘拍照啊 大家可以上去先喝酒 然後簽名 然後有一些拍立得提供給大家去做使用 然後就可以去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有一些小點心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喝酒了 所以是從下午就開始喝一路到晚上10點 就是從頭喝到尾 這樣的美式婚禮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也很有趣 很輕鬆 很舒服 從新人為主 喝一點小酒 吃一些小點 這時候呢也有花醫師呢 在佈置婚禮的蛋糕 然後還有婚禮的會場 那每個餐桌上啊 都有很可愛的喜糖 然後包裝得非常漂亮 每一個桌啊 桌位都會有自己的名字 還有一個自己的名牌 那這個名牌呢 還可以帶回去喔 那這是在我們證婚儀式的現場 然後他們證婚完成為彼此的 老公老婆老公老婆 那在餐廳的地方 我覺得也很特別喔 真的在這個正式的婚禮之前啊 我們會收到一個登記的 就是你要吃什麼樣的主餐 可以自己填選喔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餐點 那現在這邊呢 就是會讓新人致詞 那跟我們這華人的一般的婚禮 比較不同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長輩在講話 這邊只有洗囊的爸爸 稍微上來講一下話而已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他們重點的活動啊 跟一個喜悅開心的情形 讓大家一起體驗一下這樣的美式婚禮的感覺 好接下來呢 這一段呢 是第一個小遊戲 這個小遊戲呢 就是現場找了十位的朋友出來 只要收集他講到的東西 皮帶啊 皮鞋啊 髮夾啊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最後其實是人人有獎啦 就是大家都會拿到一些禮物啊 咖啡機啊 或是一些gift card 就是禮物卡 可以拿去就是一些網路的平台啊 或者是一些超市可以去做消費 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就是全場的人都很有參與感 那再來呢 這個粉紅色頭髮的 這個是新郎的好朋友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大學的好朋友 對 然後他是從南家 特別來到北家 提前一個禮拜喔 就來幫他一些 張羅很多很多婚禮的食物 當然他跟新郎新娘感情都非常的好 就是力挺他們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有請到兩個 非常好的朋友呢 上來就是致辭 那也是彼此吐槽啦 蠻有趣的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 在這個現場啊 旁邊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吧台喔 就是我們可以自己去點酒 那其實在美式的婚禮 有一些婚禮是會有 新郎特條跟新娘特條 會有一個指定的酒 會在看板上面 然後提供給大家可以去選 就是點你要的酒 就是無限量供應 這是我很喜歡的美式婚禮的部分 我最喜歡的美式婚禮 Tithne always there for us 坦白說 我一直在想 我生活中心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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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怎麼死去死嗎 好 這邊呢這個第二個小遊戲 這是新郎跟新娘的遊戲 他們彼此就要拿一個 新郎的鞋子跟新娘的鞋子 然後就會問話 看他們的默契 也就是俗稱的默契大考驗 然後就是看他們會不會舉一樣的 有一樣的認同感 他們舉不一樣的話就會覺得還蠻好笑的 因為就是看就是會問一些問題這樣子 就說 欸 誰打呼最大聲 然後新郎可能就會舉說新娘的鞋子 然後新娘就會舉新郎的鞋子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就蠻好玩的 然後他們要彼此交換一隻鞋子給對方 然後拿來舉 就像舉旗子一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蠻有趣的 就是也是吐槽大會 然後就會問他說為什麼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誰比較挑食啊 然後可能新娘就覺得新郎比較挑食 新郎覺得新娘比較挑食 那這時候啊 主持人就問新郎說 欸 他說你比較挑食啊 結果新郎就說 欸 新娘只吃好吃的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好 就是彼此的吐槽大會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然後我要采訪一下阿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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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誰是Nicky's mom的愛更多 啊 我要采訪一下阿姨 誰是你愛更多 超人的愛更多 啊 啊 啊 我以為妳愛更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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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背景音樂 全部都是新郎現場唱的 他唱完整首歌大概要有四分鐘左右 他就是現場他自己唱的歌喔 唱給新娘聽 就是他很認真的排練 然後準備了這首歌唱給新娘 其實蠻感人的 對 因為新郎要 為什麼呢 因為新郎在現場唱歌 要不走音呢 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You are so beautiful in white And from now to now to now to tonight We'll say our generation You are so beautiful in white Tonight 這是新郎新娘的第一支舞 好浪漫喔 因為我完全不會跳舞耶 所以我覺得 準備婚禮真的很不簡單 但是在國外婚禮一定都會有第一支舞 或是會有 有一些可能會有第一支舞 第二支舞這樣 但是他們這個婚禮過程 一定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第一支舞 就好像以前我們在 迎新宿營 在辦一些露營活動的時候 會有跳舞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在婚禮一定必備的 丟棚花 接下來要丟棚花了 看誰會搶刀呢 結果你們知道嗎 然後丟到DJ那裡去了 就又重來 不然你在哪裏著 來吧 好啊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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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其實丟完棚花之後呢 大家開始繼續 就是繼續喝酒 這時候dj就開始放歌 就是非常的high放超多的不一樣 就是根據夜定會聽到的歌 大家就開始跳舞了 喝酒跳舞喝酒跳舞 然後大家應該有看到那個香檳塔 那香檳塔的酒全部都被幹光 就是大家真的都很開心 然後那個新郎其實是會跳舞的 所以新郎跟好朋友就自己在裡面跳舞這樣 就超級厲害超級厲害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婚禮裡面 你看新郎新娘還有大家每個賓客 都玩得超級無敵盡心跟開心的 之後大家就是在裡面就是一直在跳舞 那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婚禮是在2021年的9月中左右的時間 這時候美國還是有疫情嘛 所以在這個婚禮新郎新娘是有特別交代的喔 大家都必須打完兩劑的疫苗 然後呢需要提供兩天內的PCR陰性的檢測報告 才能來到現場 因為大家都希望是一個安全又快樂的一個氛圍嘛 然後也不要擔心 或是事後大家覺得說因為我去參加什麼婚禮啊 所以打字我得了COVID 所以呢它是有特別要求的喔 就大家一定要準備這些檢測報告才來參加婚禮 還有呢是有控制在人數 在人數裡面的 好很開心來到這一個婚禮 那大家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現在看到呢這個戶外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整個婚禮現場結束了所有的遊戲 所有的活動 還有所有的舞蹈 Ending然後Party結束以後 大家來到戶外 這時候也喝的差不多了 大家呢就所有的賓客就排成一個走道兩排 然後手舉著呢 LED的氣球 讓新郎新娘從中間走過去 然後我們幫他拍下就是最完美的Ending就是 恭喜他們結為夫妻 然後這畫面真的是超美的 然後就是要跟大家說晚安 其實也不是因為後面還有After Party 但是我之後沒有去參加 因為我實在是太累了 因為前一天就開車開了很久 對但是真的非常的精彩 就是After Party 就是在國外的婚禮都會有 他們住了一個空間 然後那邊就可以投籃啊 玩小遊戲啊 可以喝到掛這樣子 隔天新郎喝到 然後整個吐到翻掉 在現場的不能喝 就到After Party才開始喝 因為很怕搞砸你知道嗎 恭喜Peter跟Mitty 開心來參加你們的婚禮 普渡來講是很新鮮 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參加過 比斯婚禮有什麼特別的呢 歡迎在底下幫我留言跟我分享 幫我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 想要看我還有什麼影片 在底下幫我留言 掰掰 工作天地 工作太小怪 然後沒什麼